好 義正午安 大家午安 我們先來看到的這個是 中國大陸時隔22年 在10號這一天 再度在解放軍的圍台軍演之後 就發布了新的一份對台政策白皮書 而現在香港媒體《星島日報》 它就把今年的這一份白皮書 跟2000年 22年前的白皮書 拿出來前後對照 結果發現雖然都是在 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實施 但是內容有許多的差異 像是今年的對台白皮書裡面 就沒有承諾台灣統一之後 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 也不承諾北京假如在統一之後 不派軍隊也不派行政人員來駐台 那麼港媒現在就分析了 這表示說北京其實對於 台灣的一國兩制的方針內涵上頭 已經有所改變了 《星島日報》也做出了這樣的分析 說2000年的對台白皮書裡頭 內容指出說北京聲稱 如果統一之後那會實施一國兩制 中國大陸還是堅持的是社會主義的制度 那麼台灣可以保留 現在我們的資本主義制是長期不變的 但是這樣的敘述在今年的白皮書裡頭 已經沒有具體的承諾了 只是表示說將會積極探索兩制之下的台灣方案 當然也是預留了蠻多的想像空間的 而另外美國媒體這是美國之音 他也這樣分析說新版的白皮書裡頭 顯示中共一旦真的是同意台灣的話 那麼台灣的自治權可以預見的將會是更少 北京當局新發佈的這個白皮書裡頭 當然有一點是大家都非常關注的 因為它裡頭是寫到說 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而對此呢駐美代表蕭美琴 他在接受美國媒體訪問的時候也表示說 台灣是無意跟中國大陸來進行軍備競賽 最終的目的是嚇阻 因此會努力透過不對稱的防禦戰略 強化自身的能力 而其實呢這一連串的事情 都是跟裴洛西訪台有關係 後來也引發了種種的台海危機 但現在華爾街日報就引述消息人士報導說 其實在此之前 習近平跟拜登是有通過電話的 而習近平是這樣說的 他說北京是無意開戰 因為現在他認為是不適合爆發全面性的危機 消息人士表示說 習近平對於努力多個月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阻止裴洛西訪台 感到相當回心 北京擔心說裴洛西的台灣型 可能會引發一連串的骨牌效應 會讓其他國際上的政壇人物 也會紛紛訪台 最後可能就會促使台灣宣布獨立 而這名消息人士還說 北京長遠的目標是要實現兩岸統一 但是目前的方針還是在防止台獨上頭 但是呢 現在也因為說解放軍在台海周遭的這個 軍演 現在美日兩國就有所警惕了 決定要來反制 這是根據共同社的報導說 日本航空自衛隊昨天就宣布 9號的時候跟美國的空軍 在沖繩周邊實施了共同的訓練 雙方有這個10架的戰機都有參加 日方表示說這是為了要提高日美之間的 共同應對能力而進行的戰術訓練 納霸基地派出了4架F-15戰機 和負責雷達監視的西南航空警戒管制團 那美國空軍派出沖繩加首納基地的6架F-15 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要牽制中國大陸 但現在根據路透社多家外媒的報導 79歲的拜登呢 現在還準備要計劃在11月的期中選舉之後 要展開他2024的連任之路 有可能到時候也會跟前美國總統川普來進行對決 這是拜登的長期幕僚 鄧恩他就透露說拜登已經表示 他打算要競選下一任的美國總統的連任 拜登身旁的人士就透露說 由於拜登最近是在立法政策 還有外交上頭取得一些勝利 因此他大獲鼓舞 再戰2024的心意是越來越堅決 但是民調分析是這樣顯示的 說拜登目前的支持率 大約是只有40% 民主黨裡頭其實有很多的聲音 因為認為他年紀實在太大了嘛 所以希望說可以讓一讓位 讓年輕人有機會來接班 但是我們要說到了 其實拜登他想要在接下來11月的 這個期中選舉裡頭 帶領民主黨勝出 其實他主要要解決的還是當前美國 比較嚴重的民生通膨的問題 現在路透社就報導說 因為白宮他觀察到解放軍對台軍演之後 所以呢 之前本來說要對大陸的一些商品 取消關稅的部分 拜登現在是暫時擱置了 但是呢如果不取消關稅的話 有可能讓美國國內的通膨 還是繼續的惡化下去 但現在路透社就引述了消息人社 做出這樣的報導 說其實裡頭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 美國他現在是要求中國大陸 給予對等互惠的政策 但是屢遭碰壁 美國的貿易代表戴琪 10號也表示 未來再對大陸的經貿上頭 將會採取全面務實的做法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在聯合鋼鐵工會年度大會上 再次強調 他反對減免部分對陸商品關稅 戴琪提及的務實做法 包括近期通過的527億美元晶片法案 以及持續和盟友合作 形成對大陸的統一戰線 鋼鐵工會主張繼續對華徵收關稅 而美國工人一直都是拜登的關鍵選票 鋼鐵工會的名義恐怕也牽動著 拜登政府的關稅策略 先前路透獨家報導 在看到大陸危台軍演後 拜登政府重新考慮對華關稅策略 不過消息人士指出 其實是華府考慮取消對華關稅時 要求北京禮尚往來 給予相對互惠政策 卻遭到拒絕 對於美國政府暫時擱置 調整對華關稅 大陸外交部表示 拜登雖然急於在11月期中選舉前 處理通膨問題 但取消對華關稅等同承認 美國在對華經貿戰上失敗 大陸貿易專家李勇分析 比起美國的經濟動盪 大陸持續保持穩定 美國未堵一口氣 不減免對陸關稅 最後只會自食俄國 記者劉家宇報導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 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